詳實,01113,主席李澤鉑表示,本港樓市仍充滿挑戰, 不過市場前景較三年前更為明朗,後續降息可能性也不斷增加, 對於有負擔能力的買家而言,如果想置業自住, 現在入市時機較三年前更理想。 關於土地儲備,李澤鉑指出, 現時地價降至接近特區政府所定的成本價, 集團近期開始少量買地,入手價格遠低於往年, 為進一步降低的空間有限。他並指,集團會在市場明朗化下買地, 相信現在買地價三年前更安全,形容一切政案計劃推進。 談及本地經濟前景,李澤鉑表示,短期經濟發展將面臨困難, 但過去也不乏類似挑戰,對於後市展望充滿信心。 他俗稱,房地產市場毫無疑問是香港經濟的重要一環, 市場情緒直接影響消費意欲,並間接反映在整體經濟表現上, 認為行業健康與否直接影響經濟增長。 長實公布2023年中期業績, 其內盈利103億元,案年少賺兩成, 主要是飛機租任業務於去年中止, 以及物業發展進度因審慎土處策略而出現空窗期所致, 在地產行業繼續受市場環境影響下, 業績整體符合預期。 長實派中期股息0.43元,案年持平。 李澤據指出, 泰式政策核心在於長期營利能力和增長前景, 相信即便在艱難的時度下, 受惠多元化的經營策略和堅持財政紀律, 集團好過其他同業, 並可維持穩健的泰式政策。